美国打偏数十枚导弹 科技正在被超越 引发全国热议 美国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的机会 快速发展了自己的经济 国家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 使它领先了其他大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然而在叙利亚战争中 美军针对叙利亚目标发射的巡航导弹 其中有数十枚打偏 这预示着美国的科技已经产生了危机 在这次的失误中 保罗·萨尔瓦将军称 这次导弹发射的失利 美国的导弹技术发展正在被超越 俄军的电子干扰技术已经追赶上来 俄军布置在叙利亚的雷达干扰系统鞠躬至尾 未来战场上关键的因素 将是超音速武器和电子战用技术 此外还有更强大的高超音速武器 凭借5倍音速飞行 跨洋发射都是小菜一碟 美军将对此大力发展 目前中俄两国的超音速武器都领先于其他大国 中国的飞速发展使美国有了很大的压力 未来的科技的竞争都会在人工智能的领域 这是一个可以改变电子战技术的领域 利用智能计算机的超高计算能力 和比人类更敏捷的逻辑运算能力 运用在战场上那将是摧枯拉朽的战斗 在这方面美国的优势并不太明显 中俄两国的发展都不会逊色太多 这个领域的第一正在激烈的竞争中 你从中心里处理好 都有放在银子的颈颈 那将冰星辉迷地步 这优优优独播放